医生常常会开孕肌素进行保胎 那么目前各个国家指南 对使用孕肌素预防早产的共识 是如果妊娠24周前 我们的宫颈长度明显的缩短 仍然推荐局部应用黄金铜胶囊 给药来预防早产 宫颈还诈可以降低 有早产史或者是有流产史的孕妇 再发早产的风险 那宫颈还诈术不宜用于早产临产 以及有感染的这样的患者 目前的应用工时是对于 既往多次早产以及有先造早产 同时合并供颈素短的 那么在24周之前 我们可以应用宫颈还诈术 这样效果比较好 这个醋胎肺成熟 对早产的患儿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产前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可以促进胎肺成熟 那糖皮质激素用于醋胎肺成熟 同时它还有效地降低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脑室内的出血 坏死性的小肠炎 浓毒血症 以及新生儿死亡的风险 更重要的方法就是需要住院保胎 那么在住院保胎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早产的患者 尤其是32周之前 我们会应用硫酸鎂 静脉进行点滴 那么它最重要的作用 是保护胎儿的神经系统 主要防止早产儿的脑胎 以及其他人的脑胎